大家好 欢迎来到《红潮秘闻》 我是美玲 秦刚死讯分析 最近关于秦刚的死热议纷纷 有的说被俄夫外长向习告密 说秦刚与火箭军高层叛变 向美国泄密有关核的一些资讯 其也下旬在301医院被酷刑死亡 有的说他是自杀 有的说不可能是酷刑和自杀 是染疫死 有的则说是被注射死 有的说没有死 很多说法看起来都有理由 但是酷刑和自杀说确实是有漏洞 因为秦刚是6月25日政务活动后消失的 到7月25日被宣布免掉外长职务 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他真的是有串联有关军方高层叛变泄密 那专案组肯定要保护这个嫌疑犯 以便问出更多的详情 再说那时他还是个戴罪的外长和国务委员 是一尊亲自提拔的亲信 宠官 就是罪在打也不至于酷刑死 自杀更不会让它发生 中共防范普通偷盗犯自杀都有各种措施 何况是秦刚大人 那么然一死也是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在后来 特别是8月以后 大量在中共国内放出有关秦刚有情妇 与傅小田婚外恋 并生有美国小孩的新闻 暗指他是生活作风出的事 后来 11月初 中纪委发文称 外交领域面临政治风险 廉政风险 以及管理风险高 文章不点名地指 在政治风险上要防范 失泄密 及被渗透被测反的风险 这里指向明确 似乎呼知一出的是 秦刚泄密 与被渗透被测反 然后 该文又提到 警方外事官员以外谋私 干部诸外期间 违反外事管理规定的情况 仍个别存在 8小时外律己不言 技法道德操守的缺失 风险较高 这似乎又在暗指 秦刚有婚外情 私生子这类生活的问题 如果秦刚是染疫死 中共肯定是立体宣布 秦刚因病无致去世 然后表场一顿忠诚的 无产阶级斗士之类的话 嫌犯没做时 不如党卖个面子 那么秦刚没死吗 按照中共辟谣的惯例 应该会安排秦刚露面 或外交部答记者问刑事 来痛骂一顿 好事者武端猜疑 反华势力亡我之心 乱我之意不死 秦刚向外国反华势力 递了刀子 但至今中共没有 反常的沉默到底 哪怕外国政要 要想见都很难 为什么与一些军方高层人士 同时失踪 值得注意的是 在秦刚失踪的差不多的同时 中共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 副司令员刘光斌 以及前火箭军副司令员张震忠 也全部都失踪 中共防长李尚福 也连续缺失本该出席的重要会议 接而在10月24日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中 宣布秦刚的国务委员身份 和李尚福的所有职务 全被免去 秦刚与国防部 火箭军高层串联泄密叛逆 或被认为不忠 两面派阴阳人墙头草 这是大概率的了 但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作为一尊的宠臣 他年纪轻轻官至外长 有权势有金钱地位 再被宠一把 可就官可治国务院总理级了 他得要得到多大好处 才会去叛变 他如今死了的话 又是怎么死的呢 那么这里就不得不让人想到 另外一个人的死因了 他也是死得不明不白 那就是中共前总理李克强 李克强有十几个理由 可以说是被死的 包括新华社 在他死前的八个月前 准备了福告样板 东郊宾馆专业衣服队 不抢救 却舍尽求远地送到民间一个 非专业的普通医院 从甘肃回来的两个月时间 居然与家人处于失联状态 前秘书和传闻中的表弟 浙江省前副省长朱从九落马 在他活时都保不了 李克强和七个有志的表弟 说到坐从九 问题就来了 朱落马以后 今年的5月4号 本该是小假期的日子 浙江省委常委会 急匆匆 慌忙忙召开 传达以表态会议 会议中提到 坚决反对七个有志 七个有志就是 过去去政变集团的另类做法 中共官方的解释是 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交织形成利益集团 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利 同时是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祟 大搞非组织活动 破坏党的集中统一 那也就是说 浙江省早早就接到了 租从九 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利 大搞非组织活动的罪名 而这个罪名 近来落马的副部级高官当中 如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市长熊雪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周建坤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原党组成员 副主任 龚建华 陕西前副省长 李金柱等都有 像做从九这样级别的人 如果背后 没有靠山势力 绝对没有能量搞政变的 习近平过去打虎除恶 树立了一大批党内敌人 通过改革集权 得罪了红二代 既得利益集团 通过国家主席 钟生志的推出 得罪了改革派 他可以为了权力不顾一切 拿掉一切功高 认为对他有权力威胁的人 包括帮他集权的好帮手 王岐山都被冷落 连让权的恩人胡锦涛 都可以给嫁出会场 可以说是重判亲离 成了孤家寡人 党内到处都有想让他下来的人 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而他下来 有多少被关被押的牵连人 会想到找他算账呢 自他上台以来 至少有600名中管干部被拿下 但今年就有43名落马 更别说是厅级以下了 这些党官顶峰作案 妄议中央 两面三刀 有意顶牛 至少到上面 颜面扫地 且是隐性抗命 或者是另类政变 那么如果秦刚与火箭军 国防部等军方高层 看到了中共国 在疫情灾害下 民不聊生 国将布国 在政治老人的指点之下 联合各路反习势力 另图理念 谋求中共的另一条辩路 要求习做退让或下台 有没有可能呢 有 但是举世还需要有核心人物 不然事成之后 一盘散沙也不行 而李克强 在党内被看作是 没有派系身份 为人亲和 是一个很好的 拒人心的人选 他死后 网上就爆料说 反习势力 想推他为党主席的角色 他原来就是党的二号人物 从多角度来说 大家都能接受 于是 这个本该自己 没有主观意愿的人 洗礼糊涂地被捡入 秦刚死的最大可能性 但是 事情被习的秘密情报人员 提前知道并且告发 再说 习有狠信古代艺人书里说的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的代工者 李克强的强字就代工 于是 软弱的李被叫到上海修养 处于软离状态 于是 被有了后来的 一系列外交部 国防部 与火箭军的戏码 这个推理最合逻辑 那么 秦刚如果死了 又是怎么死的呢 最大可能是 被治病死 秦刚被关押 身心重压下垮掉 得病是很有可能的 在治病时 用药错 或药量大 或拔针之类的 都可能治死 中共历史 用这一招 致政敌死的例子 可多了去了 比如周恩来 贺龙 杨善坤 徐才厚等人 都死在了医院的治疗当中 能佐证这个推理的 另一个理由是 中央警卫局局长 王绍军的死 他是4月死 7月才被中共简单一步 也死的是不明不白 同样蹊跷 总之 中共这个阴邪 充满暴力 与恶毒的政党 无论是敌人 百姓 自己人 亲信 弄不好 就会被他整死 而且死得悄无声息 不明不白 自己也不知道 要得平安 远离退出中共邪党 才是正途 越远越好 只有中共消失 一切苦难与混乱 才会都将得到大德威治 好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点赞 订阅 分享 并且按下小铃铛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